前總統馬一九仿中國 隨後不配槍 事隔三天大轉彎 改代三把槍 三件仿代背心 雖然這樣說 但不配槍消息傳出後 馬辦第一時間完全不否認 國安局也證實 沒收到馬辦申請隨後配槍 馬前總統似乎從一開始 就不打算配槍去中國 馬辦從一開始就這樣尊重對方 當然要尊重人 人家跟你提什麼建議 完全向中國妥協 甚至是配合中國 前總統就是有國家的尊嚴 要去牽固 根據了解 雖然馬辦第一時間不配槍 但特勤中心仍然擬定 維安計畫 透過馬辦跟中國交涉 配備六名隨戶 六把手槍 一定數量子彈 防彈攻勢包 七件防彈衣 以及反監聽設備等 跟連戰以前仿中規格相同 但馬辦在二十二號晚間回覆 子彈手槍減半 防彈背心三件 防彈攻勢包兩個 探測儀 反監聽設備等通通不能帶 比方說像爆藥 或者是一些 現在我們講AI人工智慧 或者是一些電子產品的話 那一定要靠這些維安探測器 才可以偵測得到 所以它的人身安全 跟我們的國家尊嚴 也是必須要考慮到 專家提醒少了探測器 高科技儀器恐怕難偵測 另外沒有反監聽設備 恐怕也有泄密危機 比較涉及機敏的議題 或者是不適宜 在這個時機點公開的談話的話 我們應該也要必要有一些處置 請他們也要遵守一些必要的保密 或者是一些防範的措施 馬前總統仿中不帶槍IP 最後維安設備減半 似乎只是想平息 國內不滿風波 在這集我們來進入微博台表達